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 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5日 以下请收看新闻提要 胡锡进被红三代痛话 习近平骑狐难下 战狼叫囂成残局 北大河有戏好看 佩洛西访韩尹锐的应对引发朝野马战 中共揭施底里大联兵 专家说是子龙 马斯克的8个人生经历 困难造就成功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佩洛西访台这件事 最后闹得非常壮观 不少观察人士注意到 推波助澜的就是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近日胡被红三代网红 兔主席痛批低组 而胡锡进的高调评论被认为 就是向美国宣战 这令不想在二十大前 和美国冲突的习近平 骑狐难下 在佩洛西访台前 胡锡进就已经在推特到 凶狠叫囂 令小粉红纷纷兴奋捧 老胡霸气 有中国网友恶搞 将胡锡进年轻时参军的照片 和佩洛西年轻时的照片 Photoshop在一起 胡锡进还回了三个大拇指赞图 这样令到兔主席看不下去 同批这种拨点击的行为 就是十分低组 经常鼓吹采取军事行动 非常不负责任 兔主席3号再度公开点名 胡锡进有非常强的体制内光环 影响甚至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但三番五次看见他缺乏判断 和准确的信息来源 质疑胡锡进利用政府公信力 赚取个人流量 目前这个推文已并删除 多间媒体分析 习近平为确保二十大顺利举行 不想自外生之 若因为强硬而与美军发生军事摩擦 不理习的连任 现在习近平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收场 据悉胡锡进任《环球时报》总编辑时 充当战狼的舆论导向 而心获习近平的欢心 因此他退休时 还继续被委任特约评论员 来传播习思想 评论人士林宝华认为 这个已经显露出 习近平骑湖南下的困境 后续就看如何处理胡锡进 佩洛西这次出访时机 正好中共召开北大河工作会议 中美关系将成为二十大必须彻底讨论的问题 因为不单止是关系到台湾 更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民生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能不能够被习继续做老大呢? 佩洛西率传旋风式访台后 访问韩国 4日晚抵达东京 行情紧臭 但意义非凡 早前中共党喉舌 发出一片战狼叫嚣 希望可以客座 但没起作用 分析认为 中共如何收拾残局 北大河有好气体了 3日佩洛西一行人副总统府 接受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接见 颁受特种大须轻云勋章 蔡英文说 面对持续而且刻意升高的军事威胁 台湾不会退缩 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坚守民主防线 台湾会尽最大努力 强化本身自我防卫的能力 并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资深评论员林宝华向本台表示 这次佩洛西访台的意义 当然非常重大 佩洛西是代表美国的民意 他是向全世界宣誓 支持世界的民主 看问题也不能够局限在台湾了 因为对台湾的支持 等于就是刮共产党的臉 这个情况 他的来访是雪中送炭 美国和台湾的友谊 不单只是国家利益 实际是如何维护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另一方面 2日中共宣布 4-7日在台周边 六个海域空域军演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宣称 如果佩洛西敢去台湾 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林保华分析 早前拜登总统说过 美国军方认为佩洛西出访 不是好主意 所以中共认为 美国高层内部出现分裂 趁机拉高升线 被胡锡进大放缺持 但佩洛西真的访问了台湾 那他们说的话都没有实现到 等于中共威信掃地 你是子老虎 所以当然手忙脚乱 对自己不妙 接着他如何收拾这个残局 我觉得 这个才是大家应该观察的 我相信他会引发中共党内的斗争 林保华认为 习近平可能将会在这次北大河会议受到压力 你吹牛不能实现 你令到整个国家丢架 你习近平要不要负责任 北大河会议那些人会要求习近平 胡锡进说要激落佩洛西专机这一种话 你要不要处理啊 我想接着会有好戏看了 趙立坚说的拭目以待 现在是到过来了 现在是我们拭目以待 共产党跟着有什么玩法 佩洛西亚洲访问行程来到韩国 在涉及和总统尹石月会面的安排上 意外地引发韩国朝野马战 有趣的是支持尹石月的意见 反而是来自亲共党派 佩洛西3日晚 飞抵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 但公开的照片中 却看不到任何一名韩国国会或政府人员接机 引起韩媒关注 韩国现在虽然由国民力量执政 但在国会 它是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占多数席位 国民力量批评国会安排有失礼 国会当局就说明 事前已经和佩洛西团队协商 不在机场设置仪式 对此韩国外交部说 迎接外宾仪式 更适用于政府正式邀请访韩的外宾 包括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政府人士 上一次在1997年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和近期其他国家国会议长访韩时 都未安排政府官员迎接 总统办公室也强调 国会原本表示会派完接机 但美方认为佩洛西抵寒时间很晚 加上又是降落在驻韩美军基地 因此远拒了国会的接机 在未安排和佩洛西会面的问题上 较为亲共的共同民主党 表示支持韩石月的做法 不过也认为韩石月以休假 不在首以为由被移不见是有点显强 4日休假中的韩石月 在家和佩洛西通话约40分钟 表示希望美韩能共同守护印太地区秩序和和平 总统办公室在两人通话后重申 佩洛西访台是在韩石月确定 无法接见佩洛西后才决定 强调和中国观感无关 时评人蓝述分析认为主要原因 韩国总统没有看到美国总统拜登政府 对佩洛西议长访台的强而有力支持 同时美国的左派媒体 也对佩洛西访台持批评态度 整个拜登政府面对中共的威胁 都表现得非常软弱无能 紧小慎微 在这种情况下 韩国当然也采取紧小慎微 步步遗形 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违陷的事情 从4日开始 中共军队环绕台湾开展大规模 所谓联合军事演习 国际社会认为中共是不负责任地 发泄对佩洛西访台的愤怒 对此予以谴责 英国专家认为中共不过是一条子龙 借金河预言 中国正加速和世界脱欧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发推文说 中共肆无忌惮地进行不断升级的军演 威胁到台海和平 中方应该立即停止军演 日本称其中一些导弹落在日本的 专属经济区内 并对北京提出外交抗议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甲 Yens Stoltenberg 表示 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 多年来定期派高级官员访问台湾 因此 这不是中共反映过问 或威胁台湾 或使用威胁性言论的理由 每日电讯报外交问题的首席专栏作家 Khan Kaufland 评论 儘管北京在台湾海峡进行 剑拔老张的军演 但中共马上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 几乎是零 原因很简单 就军事实力而言 中共军队和美国同盟国的相比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台湾就拥有训练有数的空军 最先进的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 拥有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 北京对台湾的威胁行为 从来都是处于弱势而不是强势的一方 新头鹤引述财信传媒董事长 借金河的话说 因为中共无限上纲的恐吓 将配落西访台推高至世界级的规格 预言接着下来的世界将会有大变化 美中国力牵动未来世界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的大局 为了抗衡中共 美国会全力加持日本 美中关系开始亦出现三十年来的巨大转变 佩洛西来台将美中国力从暗斗变成名斗 这次四方晶片联盟 要将阿里等赶出美国股市 都是其中的一环 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对德国之声表示 这次演习对台湾来说 更多是战略心理战的恐吓 对北京来说 即是内部政治的需求 一方面中国过度解读佩洛西访台一事 另一方面是中共内部的政治压力 等于是他们将自己逼到墙角 先前的声线拉得太高 现在不得不采取这样的军事手段 《大纪元》专栏作家 并以500美元的价格 将代码卖给一间雜纸 马斯克在南非读高中时 曾被同学追赶 并毆打昏迷 这种情况持续多年 他说马斯克的父亲在感情上 虐待他的子女 马斯克表现出来的银性 帮他在未来的努力中变得更强大 3. 马斯克十几岁时移民到加拿大 然后作为转学生 来到美国奔直伐尼亚大学 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 又在玉顿商学院 Warton Business School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他毕业时欠了大约1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物理和经济学的结合 为他开创了新科技 并利用这些新科技 奠定了获取利润的基础 4. 马斯克的财富估计为2,190亿美元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1999年 他将他的第一家软件初创公司Zip2 卖给Hompaq Compaq 当时赚了2,200万美元 但他没停下来 继续留在商业界 并共同创立了PayPal 2002年PayPal以15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Ebay 赚了大约1.8亿美元 接下来创立了SpaceX 以及创立了非常成功的特斯拉 5. 马斯克曾宣布 他患有阿斯帕格综合症 Asperger 这个症状的特征是过度集中注意力 而马斯克过度关注技术 为他的成功做出贡献 6. 马斯克信奉耶稣的原则 如果你以眼还眼 而不是连右边的面 逆转过来给他打 这样每个人都会失明 这种信念可能有助于他的成功 7. 大学毕业后 马斯克寄简历给 网警公司Netscape 网警是以他们的 网络浏览器Navigator 结果被拒 然后他和兄弟一起创立ZIP2 并开发了创新技术 并拥有第一张互联网的地图 和网页在线版本的专利 8. 马斯克进入电子汽车市场 是因为担心世界会耗尽所有能源资源 并且会崩溃 他想用电能创造一种代替品 这种富有软件的立场 激发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 但是他不支持拜登的 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rother计划 马斯克不怕冒险 他对技术的痴迷开创了很多工业领域 他在技术上富有软件 这种软件和努力 令到他成为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